在港西克州跟湖南永州两省交盖处的大山里, 隐藏着一个渔氏隔绝的古老村庄。 这个古老的村庄坐落入群山峻岭之中, 古时村民出行进出的要翻山叶岭,走一条羊肠首道。 几百年以来,村民都是过着捆鼠的生活。 近段来,村民为了打通一条公路,通到外界, 用铁锤锤组,家家夫妇派员工, 经过了千辛万苦,用了三年的时间, 才着出了一条隧道。 大家种种好奇,今天我们驾车千里来到现场, 一探究竟。 一探究竟。 刚才我就从这条隧道驾车过来的, 来到这里发现这个村庄比较圆起发, 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室外桃园一样, 为什么这么说? 大家看啊,这里啊,参天大树,垂簇可见。 看见我背后这棵大树没有, 非常的庞大,而且它的树冠啊,非常的大哦, 没有几个人是围不起来的, 而且树基长得非常茂密。 进到村口这里啊,那么这家房子还是比较圆起的啊, 这周围啊,都是群山峻岭。 我驾车来这里啊,啊,一路过来, 周围啊,都没看到一个村庄, 就是穿过那条隧道啊,那条隧道啊, 才走到这里。 那么这个村庄啊,目前有一百多富人家啊, 有一千多元,记住。 那么在没打通这条隧道之前啊, 村民进出啊,就要走这条路啊, 这条路啊,啊,就是说羊,以前是一条羊长小道啊, 都要翻山越岭,翻到那个山,又下山,上山下山。 现在我就进入了这条隧道,大概有十几米了啊, 我们看这条隧道啊, 它是全村人老少一起出洞啊, 用锤子啄出的一条,大概有三百多米长。 宽,木车有三米,三米多啊, 目前呢,是不能废车的,也就是说单车道, 高啊,我估计有三米半吧,应该能通货车。 小车是可以,刚才我去过了啊, 为什么说能通货车呢? 因为村里现在是有现代化的建筑物嘛, 那么用材料都要从这个,从这条隧道进出嘛, 所以说估计是可以通过车的哦, 那么这个店啊,啊,也是村民利用太阳能发电啊, 那么这条隧道啊,民工着的痕子啊,很明显, 你看,是吧,这个,用钢筋啊,是用铁锤啊, 这个,这个痕子很明显啊,啊,啊,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条隧道,也是这个村里人啊, 一条伟大的工程啊,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做出一条隧道, 解决了现在村民啊,进出也方便了, 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啊, 那么,这条隧道啊,啊,从村庄出到外面,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走出来了,从这里啊, 出去就可以通到湖南永州, 那么村主啊,是在港西克州富川那边, 那么因为这是两省郊盖的地方, 周围啊,都是十万大山啊, 啊,就是说,交动不便利啊, 村民呢,就是用发了三年时间, 桌出了这样的一条隧道哦, 不得不为当地的村民啊,点赞转发啊, 有句话叫怎么说啊,要祭父先修路, 所以说呢,为这个村啊,祝根祝利, 点赞转发好吧, 那么这节视频呢,阿诚呢就拍到这里哦, 如果你们家乡有什么啊, 骑山骑景,大家可以下方交流一下啊, 只要你们告诉我,我拍给你们看好吧, 只要车子还有油,阿诚就带你凉地球, 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